大家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故事主角是跟这百香果有点关系的 我觉得它们应该是永环亲戚 大家都知道百香果的花已经算是很妖老的了 可今天的主角的花可以用经验来形容 它有独特的蕾丝球 每个花苞都有蕾丝球保护着 它的花更是特别 一种全静又带着点淡淡的风 花的大小是平时百香果花的一半 漂亮的花下还称着独特的蕾丝边 我每次到园里看到它们都感觉我挪不动脚步了 因为它的美让我觉得老是看不够 它就是野生的百香果 有很强的生命力 每年到了适应的气候时 它们就会自己长出来 它们的花一般是在青城盛开 花到中午就开始收工了 这是到中午时的花 花瓣和蕾丝边都开始收起来了 它们的花结构跟正常百香果一样 也是瓷玄铜花 它们的挂果率也是很高的 一整串都是蕾丝小灯笼 超级的可爱 我特别喜欢它们的蕾丝球 果子在蕾丝球里慢慢的长大 有一次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发现它们的蕾丝边 带有一种油脂 手一摸就感觉手上都是油油的 发现大自然真的很奇妙 它的这种油脂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有知道的朋友可以留言给我 与我一起分享 当果子完全成熟后 它会变成黄色 它们的蕾丝边就会自动脱落了 顺手摘几粒熟的 看有两个浇火在旁边等着呢 那就给它们先尝尝吧 这姑娘平时可挑食了 她先闻闻 然后就开吃了 好像挺对她的胃口的 另一个是这姑娘的娘 好像她也很喜欢 当然不能全给了她们 剩几个带回屋里 让我研究研究 切开后 发现它的皮很薄 果肉跟平常的百香果也很像 但吃起来肯定没有平常百香果好吃 也没有那么香 所以我一直把它们当成花来欣赏的 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野生百香果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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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